你不想要做什麼 而且我覺得我們以前 不曉得是一個教育的方式的關係 以前我們都會先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有做錯什麼 不會怪別人 我覺得真的是時代不一樣 像現在我們常常就會看到 人家一直說什麼事 明明就自己有錯 然後你就要先怪別人 好像先說先明 其實我覺得不是先問問自己 那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循環 它將會是一個好循環一直在你身邊